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是劉天賜先生 次官博學多才 對飲食還很有研究 是的 一碗白飯都可以很講究 泰國東北部盛齊香米 有口感之餘又有飯 真是香米的博都區 很感謝次官做我們嘉賓 特別送上牛頭牌特選泰國香米 我最喜歡吃它 米王之王牛頭牌特選泰國香米 總代理大風國際有限公司 好 大家歡迎來到我們的廚房 我是Frankie 大家好 我是Kenny胡先生 歡迎收看Frankie煮飯 我們今天就是做一些 你們平時聖誕節 聖誕節 甚至乎你家裡有人生日 要開派對的時候 有很多人來吃飯 但是你的袋子只不過只有30元 或者40元 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希望可以教大家 拿40元去做一個餵飽 八到十個人的餐 哇 這麼厲害 那是什麼 好嗎 如果做不行 就可以買多幾個飽飽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 就是我們做一個Rose Pork Rose Pork 那個Rose Pork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上次節目 我們就是讓鹽和糖水醃了三天 它有點像火腿一樣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我們做這個菜的時候 因為它的鹽的濃度已經很大 所以千萬不要再加鹽 但是其他的草莓 可以加鹽和糖水醃就可以加了 那我們首先要怎麼做 我首先要用這個盤子 跟青草莓 為什麼呢 不用洗 我放一些芹菜 洗一些芹菜 有些看起來好像不太漂亮 但是… 滿新鮮的 即是新鮮就可以了 但是這些我用來佔在底部 把豬肉燒住 所以如果它不是真的這麼好看 也沒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就拿一些新鮮的草莓 我們今天有的就是Rose Mary 有新鮮的Thime 好嗎 Taragon 總之有些什麼的 葡萄用雞也不錯 就平時我們用那種 三種香辣椒也很像 這樣呢 在底部下面有洋蔥 好嗎 洋蔥呢 也都是給它一個味道 所以呢 都不是說一定要 怎麼切成這樣 我們的洋蔥呢 我們都是切一下它在底部 因為我們主要 就不愛那個肉 坐在一個盤底那裡 那如果只要坐在一個盤底那裡 大廈那裡 就會有時候浸一些油 那樣的東西 那就沒那麼好 所以就不用放太多油了嗎 就是這個豬肉的油 都會滲出來 是的 那個豬肉已經有油了 好想流一泪 洋蔥好像 對 因為我切洋蔥不咸 你個個都咸 真的 那那個盤底那裡 我們可以放一些湯 或者走 那一會兒我們拿出醬汁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Pain Gravy 這個醬汁 放在豬肉那裡 就是我們做一個醬汁 然後再蘸著吃 就是倒上去吃 對 這樣呢 我們現在就拿豬肉來 嗯 這個就是我們醃了整盤的東西 這個呢 就拿到豬肉了 這是豬的哪個部位呢 這個是Pak Shoda Pak Shoda 好 那就現在呢這個 這個時候賣大概是九五五五 那我們要挖到那些 還有豬仔在上面 喔 豬仔 還有胡蘿蔔 好 你拿到那些過來 好 那我們還有Pak Shoda Pak Shoda 呢 就是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 攪一攪 因為呢 這個皮呢 我們是不買的 這個味道超重的 就是單獨碗都是香的 因為這個呢 我們就是給那個醬汁有味 還有到尾吃都挺好吃的 不是很頑皮的 這個呢 我們要給一點點橄欖油 拌一下 好 我們要拌一下 一點橄欖油 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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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為什麼芹菜那些都不用拿呢 因為那些我們不吃的 其實只是香料 這些我們拿出來吃的 好 好 那我要放一些黑胡椒 下去了 嗯 這是新鮮模的 黑胡椒 然後你拌一下 你現在可以拌下去了 沒什麼事 可以倒下去了嗎 到這邊嗎 是呀 對 你到處擠都可以 嗯 那我一邊放一些 好 除了黑胡椒 還需要放什麼其他的香料嗎 我們還有我們平時用開的 來 黑胡椒 這是法國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因為它很美味 真的 而且很多種香料都混在一起 都不用自己再多加了 比較方便 這個油需要倒下去嗎 Frankie 是呀 這個油淋在豬上面 可以 好 好 來 OK 不要倒下去 這個 這個 拌一下這個油 拌一拌 放在上面 雞湯嗎 雞湯 因為沒有豬肉湯 可以放雞湯 是 他不吃雞湯 好 香料散開放嗎 可以放一點嗎 是 你用 這個 在後面放水就可以了 好的 這個是比較有味道 這個呢 最好我們放在上面 放得好一點點 因為它會焦掉 黑漆漆 那現在呢 我們等一下拌 拿去拌的時候 就比較好用 看起來色彩那麼鮮豔 就很像是開派對 或者過節的時候吃的 好 先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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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可以吃了 兩個小時後就可以吃了 這個鍋拌一拌 425度火 然後放了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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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低到350度或者375度 就視乎你自己的焗爐是很猛火 但是因為大塊 最好是350度 大概是焗兩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記住一種東西 焗完之後 我們拿出來之後 就要讓它坐在這裡蓋緊 半小時才好切 因為如果你焗得多熟都好 你拿出來馬上切 它就會流出很多血水 人家以為是生的 那就不太好 哇 不錯 OK 375度 那個豬肌肉正在焗 裡面有薯仔 有薯仔 我們就欠了一些菜 所以我們現在再做的 就是這個 是一個花梨花 對,花梨花很便宜 因為2.99元 有這麼大盒 那就煮一些 一個白汁 根本白汁裡面 只不過是牛奶 牛油 和麵粉 三樣的基本食材 我就加一點脂肪 加一點其他的味 加點起司 淋上麵 焗淋上麵 就可以開派對 大家提醒了 開始吃了 OK 那我現在第一件事就是 煮開了的水 對 那這樣就 這個水 平時我們就會 放一點點鹽 先放鹽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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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就把這個煮一煮 因為如果這個煮了之後 就沒有了那些菜的香味 會不會變色 會不會變黃色呢 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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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都放鹽 所以我也是放鹽 實在是怎麼解 我也不太清楚 傳統的 傳統 人家這樣做 我這樣做 即是煮飯用電話菇 這樣解 今天就用的芝士 就是 這個是Messarella Messarella 是一個意大利的芝士 因為在加拿大來說 我們在東倫多 有很多意大利人 所以Messarella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而且很新鮮 你隨時可以買到這些 超有彈性的 對 就是 不是一個很強的味 是很好吃的 白粥 大概是 Batter 4湯匙 Batter 好 這個 那些外國人 是老外 他們生吃的 對啊 我看他們都生吃的 所以 我們都是煮一下 我覺得 很多粒粒也洗不到 好像 都是煮一下紅 好 就不用太熟 太熟就太軟了 吃起來沒有嚼勁 對 其實Frankie如果用綠色那種花菜 可以嗎 綠色的也可以 綠色的 我們有綠色 可以又有白色 就是各樣 做在一起 其實大概多放一點巴掌都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一放麵粉 就已經黏在一起了 對啊 那來 我記住要煮多一點醬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 這個 要攪拌一點 嗯 好的 那到底要放多少的這個麵粉才行呢 我大概是放 這裡大概有五個湯匙 五個湯匙 你炒到它剛剛呢 有一粒粒就剛剛好 這個用小火還是用大火 對 可以打熱點了 因為這個料奶是動的 哦 好 繼續攪拌 炒到五一粒 繼續攪一攪 那Frankie 我們這個麵粉是有鹽的 還是沒有鹽的 這個是有鹽的 有鹽的 那等一下就不用再放太多鹽了 一定 我們再不用放鹽了 因為等一下我會放少許雞粉 然後把雞粉放進去 這樣 鮮一點 對 然後放少許雞粉 小粉 黑胡椒 白胡椒 白胡椒 是白醬 煮的時候 記得煮稀稀稀稀稀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再加起司的時候 它會再自己繼續這樣 浸泡 比較會更濃稀稀的 好 刺成一塊塊的 放上去 哇 好像有種拿出一隻烤乳 把蜘蛛要放進來 泡一下 泡一下